8月20日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时表示,特区政府会马上展开构建对话平台的工作。 她期望这个平台是开放、直接、能接触不同阶层、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背景的人士。 林郑月娥指出,为筹备对话平台会在这星期内首先接触民间提倡对话的人士,聆听意见、了解做法,期望可以化解社会分歧和矛盾。 沟通这个对话是希望能够大家用一个互相量解、尊重的态度,为今天的香港寻找一个出路。 我们希望见到这个沟通的平台是开放、是直接、是与各个阶层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背景的人士来到进行。 我本人和所有的司局长是很愿意到社区直接进行这些对话和沟通。 但是为了去筹备这些对话和沟通的平台,我们先会接触一些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民间很有心的人, 他都提出了去构建这些对话的平台。 我想问我会在这个礼拜内就会邀请这些曾经提过不同形式或者不同运作的平台的有心人, 希望聆听他们的意见,大家可以一起做或者分开做,也是可以的。 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去化解这些分歧和矛盾, 透过这个对话,互相的谅解,一起走出今天的困局。 林郑月娥还提到,有关警方处理公众活动的投诉, 监警会8月16日已召开会议,决定将审视警方在处理大型公众活动执法情况的时间, 用原定的7月2日延伸暂不设终结实现。 他表示,直至7月2日事件的首阶段报告,监警会仍然争取在6个月内提交, 强调报告会找出事实,提出评估及建议,回应市民诉求。